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积极在摇摆州拉票 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他到威斯康幸州造势时 痛批现任总统拜登的边境政策 然而他攻击对手贺锦丽与拜登的言论 却让人听了直摇头 川普隔天到宾州造势时 再次对拜登与贺锦丽进行人身攻击 川普还讥论贺锦丽 听取海伦飓风灾情报告的照片是摆拍 因为照片中贺锦丽的耳机线 似乎没有与手机相连 手机孔也似乎没有插上其他设备 川普的离谱发言 还包括提议让警察以暴制暴 打击犯罪 这个提议让许多网友 联想到美国科幻惊悚电影 国定杀戮日 片中的美国人民每年有12小时可以自由杀人 且不受法律制裁 从川普过去的言论看来 他似乎真的很喜欢国定杀戮日 川普2019年宣布竞选连任时 推出的竞选口号 正好就是国定杀戮日大选之年的预告标语 贺锦丽丝毫不受川普的言论影响 他最近回到出生地加州造势 两场活动总共募得5500万美元 超过17.5亿台币 展现超强募款能力 火尔新闻五六竹 卢沛军报导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